幻成恋爱真是越来越疯了 前任纠缠不清 嘉宾反复横跳 幽静和卷毛竟然解开误会有好伤了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爵 我又来讲幻成恋爱3了 经历了昨晚的地狱之夜之后 多惠和会员终于找到机会谈谈心 会员现在已经厌倦了 一次次被灰贤动摇 可以确认不会和灰贤复合了 他想把所有经历都放在自己的心意上 所以和东镇也走得越来越近 会员和多惠都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多惠也希望东镇最后能够选择会员 话虽然这么说 但多惠还是自己偷偷哭了 把13年的爱人推出去 这得多难受啊 好巧不巧的 东镇这时候又想来找多惠聊天 多惠觉得自己现在太情绪化了 不适合跟他聊 但是看到东镇一直在楼下等 还是下楼跟他见面了 多惠对东镇也是这么说的 希望他能跟会员有个好结果 希望他能获得幸福 他和崔哥只能说是偷合 并不是有多喜欢 只是无人可选了而已 晚上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开烧烤派对 这又是个大型修罗潮 崔哥和又婧一起回小屋拿饮料 刚好迎面碰上卷毛 独自走出来 他们这对前任倒是说得笑笑很亲密 显得卷毛是如此多余 吃饭的时候 他们俩也坐在面对面 互动很多 大家都以为他们要复合了 这时公布了明天约会的规则 必须互选才能配对成功 而且不可以选择前任 这又给了很多人努力的机会吗 会闲之前就一直在说 想和书景再约会一次 所以这次还是选了他 而光他也选了书景 又婧和钟恩都选了卷毛 会员和东镇互选 倒是毫无悬念 都会选了崔哥这个约会搭子 很神奇的是 小孔和敏恒分别选了卷毛和又婧 显然是不想出去约会 就选了不可能的人 不得不说在这方面 他俩竟然还挺有默契 紧接着他们又要开始 发今晚的心动短信 现在距离最终选择只剩三天了 每一次表达心意都显得至关重要 小孔和敏恒分别 大致内容就是 之后别吵架了 有时间一起去集中岛玩玩 书景收到了光彩和灰险的短信 这都不算稀奇 然而这还没完 书景竟然还收到了卷毛的 卷毛居然对他说 想去丹麦 看来挖墙脚计划 确实是很成功啊 卷毛今天才插了 书景给他分手快递 看了里面的本书 和书景的笔记 再加上交往时 两人就说过 想去北欧 想去丹麦定居 他就心软了 但是书景却觉得 现在为时已晚 现在他想起追回我 你早干嘛去了呢 两个人永远都在错过呀 而书景今天的短信 发给了灰险 希望能跟他经常在一楼聊天 中恩发给了卷毛 说自己会去他推荐的黑胶 产品店 但卷毛对中恩完全没想法 都会依旧发给了崔哥 感谢他今天辛苦了 但是崔哥却还是和右京互发 右京放弃卷毛 主要就是因为 书景昨晚的那些发疯言论 他以为卷毛只是因为 跟自己聊的最多 才每次都选自己 这话还是让他很受伤的 所以为了不阻碍卷毛和书景 他就决定退出修罗场 再加上他对崔哥也释怀了 那他就开始选前任了 会员还是发给了东正 但东正的操作就很迷惑了 他没有发给会员 也没有发给多会 竟然发给了中恩 邀请他下了节目之后 去部长马车喝烧酒 这是在干啥呀 我不理解 东正对此的解释是 反正都要和会员去约会了 那短信发给其他人 也没关系吧 他想借此机会 对中恩表达 之前约会很愉快的感谢之情 但这个实际实在是很不对劲啊 不明真相的会员也很傻眼了 昨天还能说到东正和会员的两条 结果今天一条都没有了 你俩这是在耍我吗 不过呢 他倒是很清楚 会员就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变心的人 这一面他已经看了三个礼拜了 所以他更伤心的是 东正没法给自己 在东正面前 会员还在故作坚强 但是独自离开后 卷毛发现了他的情绪不对 他就彻底绷不住了 卷毛身为贴心大哥哥 一直在安慰会员 之后东正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想和会员聊聊 但会员有点刻意回避他 东正就暂时放弃了 会先从客厅起身 去瞄了一眼 回来告诉大家 会员在和卷毛聊天 东正又重新鼓起勇气 还是去找了会员 但是他进来之后 竟然把灯关了 讨下了 你倒是聊呀 怎么不说话了 卷毛现在的处境也很尴尬 他原本就是在安慰会员 跟他也没有任何暧昧 但是东正一来 气氛就变了 然后他现在又不想去找佑静 只能坐在这里当电灯泡 这时佑静因为喝酒脸肿了 回来摘隐形眼镜 结果一开门 就看见卷毛会员坐在桌边 他仔细一看才发现 哎呦 楼梯下还躺着一个呢 佑静直接笑摊在地上 所以为什么要在这里睡呀 佑静来了之后 反而是会员主动回避了 佑静总算有机会和卷毛当面聊聊 主要就是求证 书警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 比如卷毛只是因为跟他聊的多 约会次数多 才发短信给他 卷毛完全不记得自己有这么说过 他说的明明是 除了佑静就没有别人了 我有好感的人只有佑静 时机刚好对得上 两个人聊了之后发现很投缘 所以这事就是书警 或暴君情 导致佑静的卷毛产生了误会 而卷毛也抓紧机会解释 把当时的情况都付述给了他提 而佑静也选择相信卷毛 对他的好感度重新升高了 两人都承认 对彼此是有心动恋爱感的 而且是感情越来越深了 把话说开之后 他们也恢复了之前的轻松感 聊天都变随意了 而灰贤发现会员不太开心 也来找他聊天 会员让他别管 只想先回去穿条裤子 但灰贤非要拉着他聊 还把自己的裤子拿来给他穿 会员图省事 打算直接花钱买下来 这样就不用还了 然而灰贤竟然说 你明天约会的时候穿吧 啊 这不合适吧 灰贤想知道 会员和东正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他才好考虑要不要退出 但是灰贤直接就问 你和东正是不是快发展成情侣了呀 这属实是戳到会员的伤口了 他当然是反驳回去了 没有啊 你听谁乱说的 而且会员对灰贤也是一肚子怨气 你小子就是个枪头草 一下是书景 一下是小孔 一下又来找我 灰贤解释说 其实自己心里一直谁都没有 会员这下就更确信了 那你心里也没有我呀 最好笑的是 这时他们同时收到了短信 上面通知说 会员和东正 灰贤和书景 明天约会配对成功 他们是为二配对成功的人 生活永远比戏剧更精彩 会员没忍住 消除了收 这家都吵不下去了呀 现在的事实证明 灰贤就是偏向书景 他又何必在这里多说什么呢 会员觉得灰贤就是一直在变 如果他是先对自己示好 碰壁之后放弃 转而去追书景 那样才是对的 但是灰贤是一下这样 一下那样 简直就是在反复横跳 而灰贤也下定决心 明天跟书景约完会后 必须有一个答案 如果到时候还是选会员 那就是他举棋不定的报应 会员也不需要考虑他的心情 跟东正好好发展就行 两人约定好 明天都要好好去感受约会 之后再做决定 意外的是 幽景其实是选了卷毛的 但是卷毛没有选他 卷毛为了不约会选了多会 当时他只是想休息一下 不过就算不约会 他也和幽静把误会解开了 也算是还有希望吧 光泰因为没有被选有点难受 他真的很像委屈小狗 书景试图安慰他 结果把光泰给整害羞了 光泰的眼睛很红 书景主动上手去摸他的脸 之后又是拉着他的手指纹味道 又是玩对视游戏 这很难让人不心动吧 书景赶紧出处 叫我怎么撩汗 之后书景又带着光泰 专门去了绿色罗溜达 发现卷毛和幽静在说说笑笑 而屋里的俩人也发现了书景 不过两边都互不打扰 卷毛和幽静约好 明天要做咖喱给他吃 他会等他起床 迁就他的时间 小孔和敏恒好不容易 今天一天都没吵架 结果到了半夜 还是半嘴了 敏恒觉得 小孔跟自己说话的语气不好 小孔觉得 他又在挑自己的毛病 但为了不吵架还是主动认错 说自己之后会温柔一点 他俩就是对彼此有很多不满 但又确实很爱 所以又爱又恨 互相折磨 根本就分不开 连光泰都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问小孔 都这样了 你还喜欢他 我感受到恨的瞬间 应该就交往不下去了呀 这样继续下去会很累的 但小孔觉得 敏恒是为了自己 才来上这个节目的 而且也是自己一直在避开他 所以他积累了很多怨气 是正常的 这时 敏恒又来给小孔送药 小孔的小脾气立马没了 又皮颠皮颠 跟着他去房间了 小孔走后 舒景和光泰 又在寝室里比手的大小 然后互相研究 对方的手指甲 舒景竟然还帮光泰剪指甲 这种小动作也太犯规了 舒景还小声说 自己都没有帮男朋友 剪过指甲 光泰疯狂心动 立马就忘记 没能约会的委屈 反而对舒景越陷越深 更加确定之后也会坚定的选择他 而舒景之后 跟小孔聊天的时候也提到 他选灰贤 是因为上一次约会太短了 没能好好聊天 其实他是想选光泰的 但是相比之下 光泰跟他约会过两次了 所以还是选择了端水 想给灰贤更多一点机会 不过他原本都打算对卷毛死心了 但是因为今天那条短信 他又有点动摇 四手五入就是在三个人力纠结了 崔哥那边没能和多慧约会 也是因为他故意选了不可能的人 他不想被幼金误会 但这样就伤了多慧的心 于是崔哥和多慧也终于找机会 聊心里对彼此的想法 然而他们俩才刚开始闹 幼金和卷毛就来了 这个打断的时机也太巧了 能不能让他们说完 四个人聊天的时候 幼金毫不避讳的吐槽 崔哥交往的时候 倒头就睡 还会打呼噜 他每次还在气头上 崔哥就睡着了 多慧也身表赞头 东镇也是这样 而卷毛则被划分到了 另一个暖男阵营 跟光泰一样都是体贴型 然后说操操操操到 光泰竟然真的来加入群聊了 一群人都坐在一起聊前任和往事 幼金发现卷毛对前任可迁就了 前任想吃什么就给他买 但是崔哥就没有那样对自己 自己喜欢吃什么 他都不带自己去吃 幼金的心情瞬间就不好了 一想到崔哥的那些缺点 他还是释怀不了 又后悔这几天跟他走得那么近了 他就不该心软的 而卷毛他是越看越满意 甚至觉得卷毛是他的soulmate 看样子又是要和卷毛继续双肩斗了呀 大家觉得后续会怎么发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呀 想看后续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